都宣誓 各位媒體朋友們 大家早安 歡迎臨臨全新世代NW7系列 未來豪華旗艦私立艦長隊 各位媒體朋友們 大家早安 在今年4月 原廠隊全球發表重量級的產品 全新世代第七代的BMW 7系列 而BMW所在看的也在第一時間 把我身後這一台 BMW全新世代7系列公司買台 讓各位媒體朋友們可以親自感受 顛覆豪華想像的BMW 全新世代7系列 全新世代BMW 7系列 當它點亮的時候呢 我們放過它的電光表 在它水上比較快的話 它滿像的放牆期 也不是一個7系列 可以看到如果我們坐進車上那一位 除了我們的濕體還錢之外 它再加上48V的高效能和動力 正確的試算 帥 它是一台中 它的期間就是 哈囉各位TOPGAME的主持人 我是Jason 看到很快的 全新大改款的7系列已經來了 對 這部車呢 目前主進國內有三個版本 兩款汽油 一款純電 在配備的部分呢 將近如果從之前的新聞介紹裡面應該有看過 在車子裡面加了很多影音的系統 而且據說這一次只有長走版的設定 它的細節跟規格的部分呢 等一下帶大家仔細來看一下 最關心的就是車頭的部分 這個 這個 鼻孔 實際上 實車的部分 它 在框框的 邊邊呢 是有一些 那個 照明的設計 那這個在夜間呢 只有亮起來很特別 然後另外一個特點就是它的 水晶的 頭燈喔 哇 這個實際的頭燈真的是 反線的 那 我說錯了喔 頭燈 真正的頭燈是在這下面 L1D的 那上面的部分就是行燈 好了 那 剛剛提到齁 它這台車是 全新設計的大改款車鞋 那 它整個車頭的反線蠻特別的 看大家說 這個 引擎蓋的部分喔 實際上 它車頭的部分 其實是跟整個 保桿的連在一起的結構 這個 輪圈呢 也蠻酷的 引擎的部分 它會引進的是 735跟 740 那 735的動力是 272P的 16 摩登壓引擎 那 零代百加速是 6.7秒 然後 然後 這個 740i的部分的話 同樣 是48V的 油電的 動機系統 馬力速度是 387 然後 0-100加速是 5.4秒 那 i7的部分呢 它的 純電的續航力呢 是從 590公里開始 到 627公里 其實 其實 就這個數據來說 齁 我想 對於 買家而言 這個 續航力跟 純電的 動力輸出 這部分 不會是一個 太大 顧慮的問題 好 再來 就是內裝囉 傳說中的 傳說中的 31.3寸的 大櫻木 收起來的時候 是在屋頂上的 8K大櫻木 31.3寸的 8K大櫻木 我相信這個 應該是 9K的 或者是 後座 什麼樣子 或者是 三樣子 嘿嘿嘿 你一直放來 我忘記都沒有按 我要拍你按 是不是 我不知道 你隨便按啊 這椅子吧 幫他躺下去 欸 等一下沒有躺 你給他躺 等一下會不會嚇一跳 痛的 Poncel 還有其他的嗎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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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這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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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就這樣 喔 欸欸欸欸 真的欸 動的欸 真的下來了 打開關起來 好 酷喔 音響部分 噴著 大片的 金屬的 材質喔 體質感還蠻好的 現在的前座椅是屬於這個 躺平模式喔 也就是於讓貨座的 這個老闆們 進入睡覺模式的狀態 就這樣 整個的螢幕也蠻特別喔 它是曲面的螢幕 那駕駛座是12.3吋 然後呢 主要的螢幕是14.9吋 有iDrive 8.0 好 這個水晶套件喔 這個不用說了 相信最近有 在看BMW的朋友應該都知道 啊 這個皮革的部分 據說是這個 MARINO的 真皮喔 因為現場的這個光線啊 對拍攝來說 其實條件不太好 所以看不出來那個皮革的 顏色跟質感喔 不過我必須說 真的這個看起來的感覺 還有摸起來感覺真的是不錯 前座看起來 蠻誘人的喔 那個設計非常的高科技感 對於這個後座買家來說啊 這樣的設計真的會有一點 忌妒有沒有 變成說它坐在後座 但是好用的東西都在前座 好 這樣怎麼可以呢 好 這個長按呢 會怎樣 會開啊 欸 不行嗎 等一下再試一次 再一次 好 第三次 昆西姊來囉 她按她按她不再翻一點 鑰匙在那邊 鑰匙啦 因為她首先她 她先一段 喔成功了耶 好 那聽過剛剛的這個 點料 短短的介紹之後呢 大家對於這部 大改款的 7系列跟IC有更精益的了解喔 它的配備跟質感 真的很不錯 然後空間也非常大 整部車的尺碼看起來更像 然後是來一次的喔 而且呢 據說從原廠發布資訊到現在 總代理目前的接單 已經到200張喔 真的蠻床的喔 售價還不知道 就有200張訂單 而且當中呢 甚至於i7的部分 也佔了40%的比例喔 非常非常高喔 可見得這個 BMW的車主 對於電力系統的部分 的信心度 真的非常高 然後呢 接下來的部分呢 售價在9月還會公佈喔 是的 你想要知道更多 新車世界的訊息才有內容 大家密切關注我們的頻道 而且記得訂閱 按下小鈴鐺喔 掰掰